我現在的收盤好 請大家回憶 獲選模範母親的代表 一一上台 接受市長林又昌親自表揚 與家人親友 來個大合照 停辦一年公開表揚的 模範母親表揚活動 今年恢復各區舉辦 仁愛區總共有 29位模範母親獲獎 其中61歲的陳彩月 年輕時擺攤做生意 因緣機會之下 接觸了音響設備 卻啟發自己的興趣 一家人開始投入主持 及舞台音響生意 家庭和樂融融 早年我是在賣麵的 在我們仁愛區 我們南農路那邊 已經賣了45年的麵 那我的音響是我的 等於是我的第二個事業 我也非常感謝 我們家裡邊的 我的丈夫 還有我的小孩子 都非常支持這個工作 金融市長林佑昌 副議長林佩祥 吉田愛區多位議員 都到場祝賀 很高興我們今天來舉辦 今年的模範母親的表揚 那在去年呢 因為疫情的關係 很可惜我們沒有辦法 舉辦公開的一個儀式 來表揚去年的模範母親 不過今年因為整個疫情的狀況 都非常的穩定 特別是在我們基隆 大家都很穩定都配合 是政府的政策 所以我們在基隆的防疫的工作 做得很好 配合政府的防疫政策 金融市的疫情相較穩定 最近疫情蠢蠢欲動 民眾防疫的工作 千萬不可鬆懈 記者黃紹明 金融報導